真心话大冒险,我给前男友发微信,申请表白 他秒回,又想骗我 吓得我反手就是一个拉黑 后来他哑着声音,给我打电话 只要你想,我都给你 就算是骗我也可以 朋友聚会,大家越玩越嗨 眼看着惩罚项目越来越劲爆 我一边笑一边心虚 这要是轮到我 不得现场给他们表演个托马斯回旋 我紧张地等待着头子停止旋转 是小 唉,陈婉婉输了 悠悠,婉姐,听到朋友们的起哄 我默默为自己捏了把汗 哎,要不让婉姐给前男友打电话吧 我心里一惊 立即有人否定,不行不行 婉姐前男友很忙的,这不合适 这有啥不合适的,都晚上了 光也该休息了 那就给前男友发土味情话表白呗 我默默往沙发里嗦了嗦 靠,刚刚不该笑那么大声 看着身旁人一脸兴奋的表情 我弱弱地举手,不能换一个吗? 一圈人摇头地整齐程度堪比阅兵 不能 我任命地掏出手机 点开微信,翻找联系人 算了,她估计早把我删了 消息应该也发不出去 裴玉是退役电竞选手 也是我前男友 曾经的冠军中单 坐拥千万粉丝 现在自己开了个俱乐部当老板 我之前只是把她拉黑了 没伤好友 此时拾着眼睛 漆漆盯着 我把她从黑名单里放出来 纷纷发出感叹 有生之年 居然能看到 裴玉躺在别人的黑名单里 刺激 真的 我完解就是完解 牛逼 我裴神会哭的吧 五 谁家分手了 还能好好躺裂表里 心里乱糟糟的 但手上动作不能停 我默默打字 把土味情话发送过去 本以为会收到红色感叹号 却没想到她并没有拉黑我 消息全都顺利发出去了 我正想吸评 却收到了裴玉秒回的消息 怎么 又想骗我 围观群众瞬间不淡定了 开始起哄 卧槽 你们快看 秒回了 被完解拉黑了 还能秒回 我的天 这是什么神仙爱情 只有我注意到她说的话吗 又想 是已经被骗过了吗 天哪 她也太可怜了吧 呜呜 我的裴神 我也被她突如其来的回复吓了一跳 本来以为发不出去的消息发出去了 还被秒回了 完了 我怕裴玉再继续跟我发消息 连忙手脚麻利的把她拉黑了 然后把手机往兜里一塞 好了好了 发完了呀 立即有小姐妹不乐意了 晚晚 你怎么又把她拉黑了 不行啊 裴神要是收到红色感叹号 会心碎的吧 来来来 接着玩 下一个让婉姐把裴神给放出来 家人们 我也会心碎的 怕我又输了游戏 他们真让我把裴玉给放出来 我连忙起身 你们玩 我先回家了 今天还有个视频没更新呢 说完 我灵活的从人堆里跑了 身后有人狂吼 陈婉婉 不带你这么玩的 啊 朋友们 对不起了 我只能这么玩 我其实本职工作是个小记者 兼职做做博主 上次 那事后没多久 台里给我接了个新活 采访电竞新星 许迟燕 电竞新星没问题 问题是 这孩子所属的俱乐部 是培育开的那家 我在监制的办公室里 声泪俱下 徐姐 这会儿我真的接不了 徐姐一边翻下面 交上来的栏目企划案 一边很敷衍地朝我点头 接不了 就让自己能接得了 任我如何苦诉忠常 徐姐还是很敷衍 到最后 她才抬起头来看着我 一脸郑重 晚晚 这活只有你能接 那孩子据说性格有些古怪 除了你 我不放心别人 我最终还是被强行安排了 采访就采访吧 培育也不能随时随地 都在俱乐部里吧 我如此安慰自己 可我就是那么倒霉 带着家伙去了 GM俱乐部 还隔着一道玻璃门 我就看见了培育的身影 她正站在玻璃前 定定地望向这边 要不是我身后还跟了一个摄影师 真想当场掉头就跑 硬着头皮按了门铃 里面的培育不为所动 她就那么插着手 垂眼 淡淡地看着我 还是一个小帅哥 寻着声音过来 哎 来了个漂亮姐姐 老大 你怎么不动呀 培育瞟了我一眼 转身走了 小帅哥司空见惯似的 没太在意 依旧热情地打开门 姐姐 你是来采访的吧 快进来 快进来 一边把我带进去 一边压低了声音 我们老大就这样 被人捧惯了 你知道吧 我可太知道了 我点点头 嗯啊 没事 进去了才发现 许池燕并不如开门的小帅哥活泼 果然如徐姐所说的那样 性格古怪 我在会客室里 极尽笑脸地跟她搭话 她脸上始终是那副生人物尽的表情 摄影师架好了机器 却迟迟没法上班 我快被她的不配合给逼急了 但还是努力保持着自己的职业素养 实在没办法 我对她心性眼 池燕 我也是你的粉丝哦 这话一出 她勉强抬起眼皮看了我一眼 然后又笃定 你不是 我嘴硬 我怎么就不是了 我看过你的好多比赛呢 而且我真的觉得你很帅啊 操作也很厉害 彩虹屁还没吹完 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冷笑 一转头 裴玉正站在我身后 语气不善 陈记者现在换口味了 喜欢这一款 我愣了一下 这大庭广众的 她在说什么玩意儿呢 幸好我和她的恋情 只有几个亲密的朋友知道 许迟燕也没懂 见裴玉过来 倒十分主动地叫了一声老大 裴玉朝她点点头 又目光阴侧侧地看向我 那眼神 好像我是个背叛了她的复心人 我被她盯得发怵 只能假装不懂 那个裴总 我在跟许迟燕选手对采访问题呢 你要旁听吗 裴玉反被我这话逗笑了 她伸手拖了个凳子过来 诗诗然坐下 朝我微微一笑 盛情难缺 我神特喵盛情 许迟燕在裴玉坐下之后 态度有了明显的缓和 虽然脸还是臭的 但会耐着性子接我的话 我翻着小本本 那我们的许迟燕选手呢 除了比赛之外 在自己的私人时间里 尤其喜欢猫猫狗狗 是吗 她听到这个问题时 脸上的表情 有一瞬间的放松 然后就是一声清清淡淡的 职业素养告诉我 她这个回答 不再是迫于培育的威亚 我心里一喜 好像找到共同话题了 我家有只短毛猫 白色的 很可爱 也很亲人 下次介绍 你们认识 许迟燕犹豫了一瞬 很快地转过头来 可以吗 我看着她的眼神 差点没憋住笑 性格古怪 不就是个 喜欢毛孩子的小破孩吗 嘿嘿嘿 好扮得很 我笑哈哈地跟她套近乎 那有什么不可以的 然而我没注意到的是 一旁默默注视我俩的培育 脸已经黑成了眉球 我恨不得当场抱猫 来给许迟燕撸的时候 她没忍住疼地站起来 不是 陈记者 你也太不专业了吧 工作采访 夹带这么多私货 爱着你了吗 哼 许迟燕因着培育突然的动作 眼皮都抖了抖 引我进门的小帅哥也投来目光 小声嘀咕道 老大干啥呢 咋这么针对漂亮姐姐呢 鬼知道 培育给她递了个警告的眼神 她才信心收回目光 许迟燕是炙手可热的电竞新星 所以她的采访一共分为上下两期 而我 无所不能的大记者陈婉婉 成功凭借我家汤圆和她拉近了距离 我甚至还加上了她的微信 为下期的采访做好铺垫 我来汤圆 想不到你还有这样的技能 作为一名专业的记者 我隔天就带着汤圆去进行外交工作了 因为想避开培育 我跟许迟燕说好了 在俱乐部外见 她出来看见汤圆的时候 死于脸上终于露出了浅淡的笑意 汤圆也没让人失望 过去在她半蹲的腿上 轻腻地蹭了蹭 我连忙举起手机 一顿咔咔抓拍 她注意到我的动作 抱着汤圆 皱起眉 你在干什么 我射牛分子 毫不避讳地凑过去 把手机递给她 你看 你笑起来也挺帅呀 多笑笑呗 你粉丝肯定爱看 许迟燕看了看照片 又忽然转过头来看我 我一脸猛逼的时候 她嘴角勾起一个微不可查的弧度 你果然不是我粉丝 呃 说漏嘴了 我连忙岔开话题 哎 给你介绍一下 她叫汤圆 许迟燕低头顺了顺汤圆的小白毛 似乎正想开口 又看到了什么 话到嘴边又变成了一句 老大 老大 裴玉 裴玉出来了 我吓得一下子窜起来 亮腔了几步 反倒跌进一个熟悉的怀里 冷冽 带着松香的 裴玉的怀里 身后的男人稳稳地扶住我 鼻腔发出一声冷哼 沉寂者 还挺闲啊 我连忙稳住身形 往旁边跨了两步 裴 裴总裴玉没应我 看了一眼许池燕怀里的汤圆 抿了敏唇 声线忽然低了下去 你的风格 是喜新厌旧吗 我只反应了一瞬 就明白过来他在说什么 以前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遇到过一只小奶猫 足足为了好长一段时间 才获得了他的信任 后来我们分开了 我把那只猫悄悄带回了家 但裴玉并不知道 他可能以为 汤圆是我另外养的小猫 毕竟一开始 那只小奶猫是黑的 洗了一缸子脏水 才露出原本雪白的毛色 我怕他知道会多想 也便不愿解释 只低着头 假装不懂 许池燕在木头 连着两次 听到这种意味不明的话 也已经品味出了不对劲 他抱着汤圆 缓缓站起身 老大 你们话没说完 陪玉抬起手打断他 今天的训练都完成了 许池燕摇摇头 然后很老实地转过身 准备回去 陈记者 先走了 我愣了愣 正想叫住他 裴玉已经挡住我看向 许池燕的视线 黑着个脸 陈记者 人都已经走了 还看什么呢 啊 不是 我的汤圆 还在许池燕手里呢 上期的采访放出来之后 记起了一片热烈的反响 许池燕虽然常年脸臭 但人气 是真的超绝 我把偷拍的那几张照片作为花絮放了出去 就直接登上了热搜 还猛冲进文娱前三 啊啊 我的燕神 我真的会喷血 感谢记者 让我们看到如此珍贵的影像 都别管我 我就是那只猫 采访视频收视也极高 徐姐对我赞不绝口 我一边刷微博 一边乐不可知 嘿嘿 今年的讲经文了 本以为接下来的重点任务 就是许池燕了 结果许姐又将一块大饼砸向了我 电竞明星的流量效果 比我想象的还要好 这么推算的话 如果能再采访到培玉 我们台一定会收视报表 许姐喃喃了几句 又看向我 晚晚 你跟进许池燕的时候 再跟培玉磨合一下 培玉 就是预定的下一个流量话题 我原本大大咧着的嘴角 顿时僵硬住了 采访培玉 您不如让我去入侵敌国吧 同事宋宇恰好在跟许姐汇报工作 听到这话 脸上的表情变了变 她声音细细的 许姐 晚晚还年轻呢 许池燕的采访能这么顺利 是运气好 培玉的哪还能这么好运呢 我连忙负荷 对对对 许姐摆摆手 我相信晚晚的能力 宋宇咬着唇 可是 业内都知道 培玉退役后 就从来没有接受过 许姐没搭理她 又拿起手机 给人发消息 放心啊 晚晚 这个事情 台里会给你做好充分的支持工作 啥 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人已经到GM俱乐部门口了 徐杰所说的支持工作 就是全程包接包送 说是最好还能出个GM俱乐部的特别采访 让粉丝看看电竞选手们的训练日常 门口有个小帅哥认出了我 十分热情地跟我打招呼 我只能尬笑着被她带了进去 记者姐姐 你是来采访阿燕的吗 我都看到了 阿燕那个采访上热搜了一眼 我摇摇头 其实不是她疑惑地看着我 那是什么事啊 正想回答 培玉端着一杯咖啡 从我面前飘过去 我指了指培玉的方向 要采访你家老大 这话一出 小帅哥看我的表情 顿时带了些同情的意味 她一脸凝重 姐姐 我们老大好几年前 就开始特别讨厌媒体采访了 她甚至从来不自己接待任何记者的 你要不 回去跟领导求个情 你以为 我没有求过吗 我在心里叹了口气 要是可以 我来都不会来呢 不过 既然亲近培玉的人都这么说了 那我又何必再做无谓的努力 还是回去努力说服许姐吧 我象征性地 去跟正在打游戏的 许迟燕唠了几句 便准备离开了 谁知道 全程端着咖啡 四处乱飘的培玉 又飘到了门口 她看到我的时候 脸上露出了一种 熟人偶遇的恍然 陈记者见我要离开 她挑眉 怎么 这就走了 不然嘞 我本着讲礼貌的好习惯 对 陪总留步吧 不成想她直接把手里的咖啡 往门口的柜子上一放 侧过头来看着我 行 我留步了 留我干嘛 有毛病 我不想跟她过多纠缠 甘笑了两声 陪总真会开玩笑 陪玉没答话 只是盯了我几眼 像是在期待着我说什么似的 一脸猛逼的我自然什么也没说 见我不为所动 她招手叫来 刚刚跟我唠嗑的小帅哥 小九 陈记者刚刚都说了什么 叫小九的小帅哥 为难地挠了挠头 啊 这裴玉用眼神给她施压 小九才吞吞吐吐吐地开口 老大 记者姐姐说想采访你靠 完蛋了 我捂住脸 准备逃顿 小九可能怕现场拒绝太过惨烈 也扯着自己的冒斗 想要离开 结果裴玉十分做作地咳了两声 然后用身高优势服侍我 既然你诚心诚意地邀请了 那我就勉为其难地同意了 俱乐部里陷入了短暂的寂静 然后 里面看热闹的几个选手 连带着小九一起 瞬间炸锅 一群人齐齐瞪大了眼睛 我靠 不是吧 老大居然同意了 裴玉选择性忽视了那些惊呼 别过头去 陈记者 准备怎么采访 我还沉浸在猛逼的世界里 呆呆愣愣地抬头 啊 能顺利拿到裴玉的采访 是我没想到的 这人怎么会突然就赚了性呢 跟徐姐会抱了这事之后 她老人家乐得要为我挂横幅 我被夸得天花乱坠的时候 送于冷不丁来的剧 那晚晚能忙得过来吗 许迟燕的采访 还没有结束呢 徐姐思索了一下 也是 我心里顿时一喜 面上还要装作有些为难的样子 徐姐犹豫了一阵子 那裴玉的采访 就小雨先去对接吧 晚晚把许迟燕的采访 做完再接手 我乐得不行 好嘞 徐姐 如此一来 我就可以不跟裴玉正面接触了 送于脸上也是笑意满满 那晚晚 下次我们一起过去吧 我连连点头 行啊 在微信上跟许迟燕 确定好了她的时间 我就带着东西过去了 送于跟我一起 一路上都在说她 如何如何紧张 真到了俱乐部的时候 她却忽然自信起来了 直接往前一站 把我都给挤后面去了 还是小九看见我 十分热情地绕过来 记者姐姐 你来了 我朝她笑 来上班了 裴玉插着手站在门口 不知道是不是在等人 我假装没注意到她 进去找许迟燕 对采访提纲 所以我也自然没有注意到 她牢牢锁定 在我身上的目光 送于凑上去 裴总 我是晚晚的同事 我叫送于 负责对接您的采访工作 裴玉转头瞥了她一眼 没搭理 送于气而不舍 裴总 我对于本次采访 初步列了一些想法 裴玉皱起眉 采访跟你有什么关系 送于愣了愣 正想继续解释 又被裴玉打断 我要的是陈婉婉 送于的小脸有些发白 而裴玉的声音一字一顿 十分清晰 我只接受陈婉婉的采访 没人告诉你吗 我人傻了 小九也傻了 俱乐部里的大家都傻了 送于朱唇紧敏 艰难地摇了摇头 裴玉懒得理她似的 静止朝我走过来 脸色不太好看 我心里咯噔一下 只听见她隐隐崩溃的声音 晨婉婉 你怎么敢 又把我踢给别人 四年前 裴玉夺得了职业选手联赛的全国总冠军 而我也在一所top3的电视台 工作如日中天 我们的恋情 也只有身边的人知道 上场比赛之前 她在酒店里紧紧牵着我的手 等我夺冠 我们就在全国人民面前公布 好不好 我轻轻地点头 她又像怕我反悔似的 我都跟他们说好了 媒体区会给你们台里 留一个最好的位置 留给你 专访也给你 都给你留着 等你采访我的时候 我会一把拉住你 我看着她满怀期待的 细数夺冠后的愿景 心里一阵一阵的绞痛 努力憋住眼泪 我只能对她说 比赛加油 她临走的时候 还频频回头向我招手 笑得像了小孩子 直到她离开酒店 我再也看不见她的身影 而她 也再看不见我了 早在联赛刚开始的时候 就有人找到了我 他们拿着跟踪培育的照片 威胁我和培育分手 那个女人对我说 你知道电竞选手的手 有多重要吧 如果她的手出了什么意外 可就不能继续打比赛了 我能掌握她的行踪 也能毫不费劲地毁掉她 你趁早离开她 我就放她一马 我质问她这么做能得到什么 她说她只想得到培育 否则 就算毁掉也没关系 我哭了很多个晚上 最终还是答应了他们 联赛结束就分手 比赛结束 培育不出意外地夺得了冠军 赢得了所有人的喝彩 但她领奖领得很着急 主持人的MVP颁奖词还没有念完 她就小声地问 什么时候可以下场 接受媒体采访 主持人还开玩笑 说冠军也会急着下班 只有我知道 她不是急着下班 她只是急着见我 急着要 拉住我的手 她眼巴巴地去了媒体区 直奔那个给我们台预留的位置 她焦急地寻找着我 可哪里都没有我 我叫去顶班的记者小姐姐 亮出台里的logo时 她还在问 采访我的陈记者呢 小姐姐解释 陈记者已经辞职了 她叫我来顶上的她 不敢相信 又找人拿来了自己的手机 而她看见的 只有我发去的一句 分手吧 那一瞬间 我清楚地看到 她眼里某种东西的破碎 而我 只能在电视机前 看着屏幕上明明光芒万丈 却又如此无措的她 泪流满面 宋宇最后是哭着离开GM的 她一边哭一边质问我 陈婉婉 你为什么不早说 为什么不告诉我 为什么要让我来这里丢脸 我将在原地 没有办法回答她 我说我并不知道会这样 她应该也不会相信 选手们都默默坐回自己的位置 不敢往这边看 而裴玉 站在我面前 像座黑沉沉的大衫 把我笼罩起来 她眼尾发红 陈婉婉 你回答我 我沉默着 不知道该说什么 四年前我离开以后 过了一段时间 她宣布了退役的消息 消息一出 激起了大片震荡 词条在热搜挂了一整天 上千万人问她为什么 为什么在自己的黄金年华选择退役 为什么放弃了一片光明的前途 她避而不答 从此再也没有在任何媒体前公开露面 我不敢面对她 害怕面对她 本就是我丢下了她 我又能说什么呢 看着眼前双目通红的培育 我也快要崩溃了 我颤着声音 对身后的摄像大哥说 抱歉 稍等我一下 然后忽视所有人的目光 自己一个人跑到车里 埋着脑袋哭 宣泄心情 又拼命调整心情 因为我是来工作的 我还要采访许迟燕 摄像大哥有些担心 一直在车外等着我 许迟燕也主动提出 采访可以改期 不着急 我摇摇头 没事 不耽误的 采访进行得很顺利 我也没再看见培育的身影 离开的时候 许迟燕叫住了我 沉寂者 有点是想和你聊聊 我回头 什么事 GM的后院里 许迟燕手揣在兜里 抬头望着天上的云 其实老大对我而言 是最亲近 又最敬重的兄长 我N了一声 隐隐猜到了 他要说什么 许迟燕叹了口气 又继续讲 我是在网吧 被老大捡回去的 打电竞这条路 也是他带着我走上来的 但我心里又一直都很奇怪 老大这么厉害的人 为什么自己早早就退役了 后来有一次老大喝醉了 亲口告诉我 他打电竞是为了一个很重要的人 可是那个人已经不要他了 他说他以前也和我一样 找不到自己可走的路 是有一个人走进了他的世界 就像是一束光一样 带着他走出摸不见头的黑暗 他想要和他分享所有成功的喜悦 想要在每一次夺冠的时候 都有他的身影 想要为了他去拼很多很多的成绩 可是就像他来的十分突然一样 他走得也那么突然 他来时照亮了他 离开时也带走了他所有的光 他觉得好像一切都没有意义了 但是他不想辜负他 不想他看到他变得颓废 所以他又选择忍下所有泪水 有了现在的GM 许迟燕的话还没有说完 我已经气不成声 原来裴玉比我想象的还要难过得多 回到家以后 我躺在床上想了很多 现在的我还有没有资格再向裴玉开口 汤圆像是感觉到我情绪的低落 久违地爬到我床边 用小肉找一下一下地拍我 晚上我做了个梦 梦里有花 有汤圆 有他 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 我心里压上一块石头 我想找裴玉复合 但不知道 他会不会答应 他为我承受了那么多 我向他走一步 一步过分 我做了许久心理建设 给裴玉打了个电话 他几乎是秒接 就像之前 秒回我一样 电话那头的他 没主动说话 我便鼓起勇气 裴玉 他沉沉地应了一句 我一鼓作气 继续道 我想问 你还愿意跟我在一起吗 电话那头 再次陷入了沉默 我紧张地等待着他的回答 半嗓 只传来他的一声冷笑 陈婉婉 你已经骗了我一次了 还要骗我第二次吗 我有些急 想解释之前的事情 不是的 这个时候跟我复合 以此来平息舆论 让你免遭风波 陈婉婉 你可真厉害呀 我被他说得有些茫然了 什么 等到电话被挂断 我才后知后觉地看到 徐姐给我打的八个未接电话 一种不好的预感 顿时浮上心头 我连忙给徐姐回了个电话 然后才知道 我这个小记者 竟然被挂上了热榜 一个大V营销号 晒出了很多偷拍照 包括我和许池燕 跟汤圆一起玩的照片 在后院聊天的照片 还有几张我和裴玉的照片 角度刁钻 使得姿态看起来很亲密 博文言之凿凿 说我勾搭电竞选手 用尽手段 只为拿到他们稀有的专访 以此给自己在单位牟利 用词之恶毒 简直令人不忍直视 还有很多不知道是水军 还是真人的评论 我就说 燕神当时那张照片 怎么看怎么不对劲 很像那种女友视角 好恶心啊 为了拿到专访 就勾搭男人 不是还说 拿到了陪神的采访吗 陪神不接采访多少年了都 这女人可真努力呀 指不定是不是什么床上交易呢 楼上的 我陪神才不是那种人呢 我几乎被喷成了最肮脏的人 甚至还有人把我的资料 全部人露出来 包括姓名 单位 住着我翻微博的手 止不住地颤抖 难怪 难怪陪玉慧那样说 徐姐的声音十分焦急 晚晚 你先别急 我们已经在做公关了 但是这次好像是有人故意为止 热度一直撤不下去 你就在家好好待着等消息 我带着哭腔 徐姐 你相信我吗 她愣了一下 语气严肃 说什么傻话呢 我还能不知道你的为人吗 裴玉和许迟燕的粉丝量 实在是太大了 真的是一人一口唾沫 就能把我淹死的程度 我想刻意不去看那些评论 可是又控制不住自己 看得越多 心里就越难过 但想到徐姐那么坚定地相信我 我又觉得 我不能不作为 我打开备忘录 编辑了一段澄清的话 反复修改了几次 准备点进微博发布 但热搜 却多了一个词条 是许迟燕发了微博 at GM战队 许迟燕 没有勾搭 正常工作 不要胡说 下面的评论 褒贬不齐 相信燕神 燕神不会骗人 谁说的准 万一是来洗白的 楼上又知道了 是你自己在现场吗 人家有照片 别自我欺骗了 虽然骂声并没完全消失 但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许迟燕能在这种 舆论风波严重的 档口站出来说话 我感动不已 连忙给她微信发消息 谢谢你 她的回复拽拽的 有什么谢的 说实话而已 我忍不住一笑 许迟燕已经发了澄清 我怕在发险的刻意 便按捺住了自己 没想到 舆论刚有点转向的趋势 那个营销号又发了新博 放的是我以前和裴玉 在一起时的照片 所以不需要找角度 姿态也无比亲密 尤其是一张 我主动去吃裴玉手里 冰淇淋的照片 配上博文 更显无从辩解 但我俩的容貌 都没有什么变化 根本看不出来 是什么时候照的 营销号借此发挥 说自己本来想给大家都 都留一丝情面 但又不忍心大家被蒙蔽 让大家都睁眼看看 我是如何成功勾搭裴玉 借此拿到专访的 舆论变好 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可是变差就只在一瞬间 有我的朋友在底下解释澄清 说我们之前本来就是情侣关系 可是谁又会相信呢 裴玉已经拒绝了我 恐怕也没办法再请她出面了 这一次 对方的准备充分 让许姐也感觉到了无力 我被喷得体无完肤 就连许池燕也连带着一起被骂 说她被人骗了却不自知 还帮忙遮掩 就在我濒临绝望的时候 热搜出现了暗红色的 爆 词条是裴玉官宣 我愣了一下 点开一看 裴玉的微博名 不知道什么时候改成了 陈婉婉的裴玉 而她在八分钟前 发了一条微博 配图是带有2017年水印的 我和她的合照 以及一张律师函 和自己女朋友亲密一点 什么时候变成了被人指摘的工具 拿几年前的照片出来 也能成为垂人的证据 别瞎扯了 OK 你发泊之前怎么不动动脑子 哦 你应该没有脑子 不然也不会不知道 我和婉婉是情侣关系 四年前 我们分过手 所以现在 我更加珍惜她 所有向我女朋友泼脏水的 我都不会放过 还请大家 停止无谓的攻击与谩骂 否则我将一一起诉 这一次 评论一水的都是 天哪 陪神好刚 我好爱 呜呜呜 什么神仙爱情 我的红眼病又犯了 营销号真的不做人啊 把嫂子污蔑成啥样了 支持陪神 告诉他们 真服了那群黑子了 莫名其妙跟风 朋友之前发的解释被人顶了上来 大家纷纷道歉 说误会了知情人 我的电话 也被一些认识的人打爆了 我看着陪玉发的那条微博 心乱如麻 她不是觉得 我在利用她吗 眼花缭乱 想要关机躲清静的时候 闪来了陪玉的电话 接起来后 听筒里传来她有些哑的声音 陈婉婉 你赢了 只要你想 我都给你 就算是骗我也可以 我努力捂住嘴角 想掩住自己的哭腔 但她还是听到了 你哭了 见我不回应 她有些着急 理我 晨晚晚 半晌 她干脆道 行 我来找你 说完 她就挂断了电话 没一会儿 屋外传来了敲门的声音 我肿着个红眼睛去开的门 几乎在开门的一瞬间 我就被揽进了那个熟悉的怀里 陪玉抱着我 抱得很紧很紧 想要把我溶进她的骨血里 没事了 晚晚我没忍住 在她的怀里哭了一顿 她感觉到我的微微颤抖 用自己的下颌 蹭我的脑袋 手掌紧紧贴在我背后 想要给我安慰 我在她的怀里 总是能很安心 因为哭了太久 眼睛实在太疲惫 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醒来时 我还是在陪玉的怀里 只不过这一次 地点变成了床上 陪玉见我睁开眼 小心地开口 醒啦 她的眼睛里也爬满了红血丝 像是没休息好似的 我心疼地抚上她的脸 对不起 然后钻进她的怀里 紧紧地抱着她静瘦的腰 陪玉的身体 有瞬间的僵硬 但还是用自己温热的手掌揽着我 跟我说什么对不起 我永远都输给你 自从分手以后 我很久都没有这么哭过了 陪玉这么爱我的人 我当初怎么舍得 怎么能那样丢下她 我抹了妈脸上的泪痕 陪玉她鼻腔嗡了一声 以为我在寻求安心 我在 我从她怀里钻出来 我想跟你说一件事 她用指幅轻轻视去我眼角的泪花 眼神深情而温柔 我知道 我有些奇怪 不 你不知她轻轻抚上我的唇 是真的 刚刚查出来了 这次的事情是宋宇做的 当初威胁你和我分手的人 也是她 我不敢相信地看着她 什么 宋宇虽然不能说是一个好人 但我也从里想过 她能坏到这个程度 现在的IP地址很好查 再加上我很奇怪 她怎么会有我们以前的照片 顺藤摸瓜之下 就都弄清楚了 陪玉用手垫着我的后脑勺 在我额角落下一吻 我就知道 你不会不要我的 宋宇被裴玉起诉了 罪名是诽谤他人名誉 以及威胁恐吓 最后拘留了她半个月 单位也把她开除了 我和裴玉复合以后再去GM 受到的待遇完全有了质的飞跃 一群十七八岁的小帅哥围着我 一口一个嫂子 叫得可甜了 我十分受用地一一回应他们 客气了 客气了 还是裴玉黑着脸过来 别爱那么近 陈记者 你可是来工作的 我点头如小鸡灼米 嗯呐嗯呐 你说的都对 裴玉被我这态度气笑了 好啊 陈婉婉 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她已经迅速凑到我身边 用一种极其暧昧的语气 在我耳边说 看我晚上怎么收拾你 我的脸瞬间爆红 小帅哥们开始起哄 哎呀 嫂子这脸 咋跟抹了颜料似的 红透了呢 老大 快交代 你刚刚说了什么乌言会语 裴玉瞪了他们一眼 训练都完成了 这一次没人再缩回去 而是都围着我撒娇 嫂子 你看她 队员们第一次不听指令 裴玉气得够呛 你们 给我加练我联盟打圆场 没事没事 她吓唬你们的 快去训练吧 我们也去做采访了 小帅哥们起起点头 好嘞 嫂子 裴玉对于现在我说话 比她管用之事 感到十分委屈 我随便忽悠了她几句 拽着她过去休息区 准备开始采访 这一次的采访 不再是录播的形式 而是采用了直播 以此来跟观众们 进行良好的互动 其实主要还是因为 她之前官宣那事 大家吵着闹着 要看我俩同框直播 徐姐便借着热度 让台里安排了一场 前半段我采访她 后半段观众采访我俩 我依着采访提纲 一个一个采访的时候 弹幕狂刷 啊 快点吧 我等不及要提问了 裴玉没憋住 把她的俊脸凑进了镜头 咋这么没耐心呢 我的专访不好看吗 我真笑死了 弹幕又开始 啊 因着广大观众热情 太高涨 很快就到了后半段 我俩一起直播的环节 弹幕 谁追的谁 裴玉轻咳一声 可我追的她 弹幕狂刷 嫂子威武 继续提问 是不是彼此的初恋 我和裴玉相视一笑 是 弹幕狂刷 磕到了 下一个问题 复合的原因是 我看向裴玉 她握住我的手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忘记她 每看她一眼 就心动一次 弹幕狂刷 裴神杀疯了 问题基本都是围绕 我和她的恋爱展开 我眼间 看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 轻轻的频率是 别问亲亲 问那个 平时裴神在上 还是嫂子在上 会不会因为 裴神手速太快 这直播间 真的不会被封吗 直播时间越长 裴玉耳朵根越红 到结束的时间 裴玉如是重负似的 好了好了 最后一个问题了呀 弹幕齐齐狂刷 什么时候结婚 裴玉愣了 我也愣了 她不太自然地挠头 脸也有些红 这个这个还不能说呢 很快 我就知道了 裴玉当时那句 不能说是为什么 因为我发现了 她放在床头柜的戒指 也是在同天晚上 汤圆叼着个小球球来找我玩 我哪能想到 她把戒指藏在了 汤圆的球球里 所以没有防备的 我拿着小球逗汤圆 这人一关客厅灯 提前藏好的氛围灯 瞬间亮起来 星星点点 铺满了天花板 墙壁和地板 她捧着一大束玫瑰花 从球球里拿出戒指 单膝跪地 晚晚 我们已经错过了将近五年 这一次 我再也不要错过你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虽然早发现了她的戒指 却也没想到来得如此突然 我忍住激动的泪水 点头 她不愿再错过我 我又何尝不是 我伸手出去 我愿意 这一次 我们再也不会错过彼此 星空下 两只手食指紧扣在一起 星星也无法将它们分离